好 刚刚这个大家都觉得 黄子娇写那些话 其实是不太负责任 有一种是在头拍 那崔芬你看呢 我会感觉到他什么都不要 不要未来 什么都要不来了 我其实会感觉到 他很怕自己失望 所以他就先跟自己 有一点就是先跟自己 打那个预防针 你不要想未来了 没有未来了 先给自己打预防针 因为其实我其实会感觉 他内心其实是很恐惧 面对未来的 所以干脆先给自己打预防针 说没有未来了 你没有资格 你不要想了 这其中一个我觉得 他其实非常非常害怕 没有未来 内心极度的恐惧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 他有一点反向 看得出来他想付出吗 对 其实他也是想啦 怎么会不想呢 一个那么有创造力的人 然后那么喜欢 跟社会大众接触的人 如果有一天你就锁在 自己的世界里面 然后完全没有发挥的舞台 那个是很沉闷的 然后我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心理 就是反向作用 就是我现在如果告诉大家说 我要付出 我想要有将来 我觉得他会感觉 内心会觉得 不见容自己跟社会的 如果我现在跟大家讲 反而会得到很多 大家的反弹 说你凭什么 你哪有资格 所以当我说我没有未来了 我也要不回来了 我没有希望了 那反而大家说 不会的 你会有的 所以当你会先压抑 这个就是说 他是一种 他是一种反向作用 先把自己的欲望压抑下来 然后我表达出一个完全相反的 不抱期待的 那反而大家给他的回馈 反而真的会比较正向一点 不过我觉得黄子娇也不要那么失望 对 那个刘律师这边有一个很好的故事 这个是有一个 觉得很值得期待的一个更生人 其实他这个故事是我国小同学 国小同学 那其实我跟他一起长大的 所以我一路看他过来 其实他小时候他比较坏 交他一些坏朋友 所以他小时候 我记得很小 国小 他就开始吸氨菲他命 他就在我面前就吸給我看 那他就开始逃家加入帮派 什么的 那进入少官所也进进出出 就像跟他走咖一样 少年关护所 那甚至他爸妈在开庭的时候 就跟法官讲说 这个儿子他不要了 麻烦你们就把他抓去收容吧 抓去关吧 对 真的绝望 甚至后来 因为他要吸毒 他要钱 小孩子没钱 所以开始偷家里的钱 那偷家里的钱还会偷到他家人 那个亲人要开刀的医药费 然后他们还跪下来说 这个钱很重要 你要把钱赶快还 还来 因为他要开刀 对 他要开刀的 好像是我记得是他姑姑吧 可是他就一直否认 長大之后他才承认说 那个钱是他偷的 那我怎么偷 还是拿去买毒品 那后来爸妈就是 甚至爸妈就抛弃他 就搬家 不跟他联络 就搬家 也不告诉他住哪裡 躲他就对了 就躲他了 躲他了 那后来长大之后没有办法 因为长大刑事案件 你有责任的 就他真的就入肩服刑 那后来是因为他那时候 他有女朋友 他女朋友已经大肚子 可是他也没结婚 可是他女朋友还特别透过立委 去做特别接见 要跟他会客 跟他见面 就一直等他 然後小孩就生出來了 終於他也住今天附近出來了 他就改過了 他就覺得 他就看到 他就很感動 就覺得他的人生就從此 從此不一樣 現在是一個其實做空調 其實他開一家公調公司 蠻成功 是一個大老闆 是賺的都比我還要多 所以我覺得就是像 正在你講的 我覺得教育也不用失望 我覺得台灣人是很善良 我覺得你真的就像錢怡哥講的 你只要真的敢面對 所以台灣人願意給他 台灣人是很願意給人家 第二次的機會 那錢怡你聽到這個故事 怎麼樣 覺得這個不錯吧 我覺得不錯 其實大家真的不要太失望 不管你就算是犯了什麼 多大的錯誤 其實你只要願意 你改過 你不管是外界怎麼看 至少你自己的心靈 是得到解放的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對 好 那最後這個千瑜說 你其實有一個 論及婚嫁的對象 那後來為什麼放棄了呢 後來放棄有很多原因 就是因為其實我有一陣子 非常想要有一個家 然後那時候就是 當時交往了一個 可能工作穩定 收入穩定 不是說真的很有錢 但是至少就是 穩穩的乖乖的 個性也是乖乖的 一個對象 然後他的父母也在那個內湖 內湖區也買了新房 然後也有買車子 就本來都已經有講到 要準備給你們的 對 新房 對 可是 可是因為他是媽寶 他什麼都要聽媽媽的 然後他 我們沒有住在那個家 就是我那時候 我自己還是有房子 然後他是住在我那裡 然後我們就 偶爾會去新房 玩一下 或者是做個打掃 我之前帶狗去的時候 他家人 他家人會沒事就抽茶 他沒有要死 所以沒事 對 就是有時候 我們可能去過夜的時候 他家人也會來抽茶 抽茶什麼 就是看他回家帶了誰 有沒有打掃乾淨 家裡 對 然後有一次有一兩次 我就是帶狗狗去 然後我 因為我交往前 就已經講好 我就說我的狗 就是要跟我一輩子 對 然後但是他就是 他的爸爸媽媽都不能接受狗 對 然後有一次甚至就是 很可怕 他爸忽然開門 然後想說完蛋了 完蛋了 四個房間我要藏哪一間 我就找了一間 把狗藏起來 我跟狗一起躲在衣櫥裡 因為怕被發現 但是他爸就一間一間開門找 然後到最後 不行 那狗狗還是有聲音 他還是衣櫃打開 那一剎那我覺得 我好像小三喔 但是我好卑微 我就抱著狗糧在那邊 我狗在發抖 然後他爸也很兇 他說你們出來 就是很兇那種長輩的語氣 然後我就覺得說 其實我不是做什麼壞事 那你們那房子 我也是每個禮拜 都幫你們打掃什麼 真的就只是養了一隻狗 那狗這個問題其實我 一直都有請他 就是自己回家 跟他父母溝通 我一直都有請他說 溝通溝通 但他都一直不敢講 男生就等於是說很弱 他個性就是很弱 然後像他爸爸在罵的時候 他也都不敢幫我講話 他也不會講一些說 養狗其實可以看家 有一些好處 他也很乖 這隻狗狗是不會在家裡 亂大小便什麼 就是他都不幫狗講話 然後他爸就說 不只幫狗講話 他要為你捍衛 對 然後那一次就很失望 他爸就說 那狗帶出去滾出去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站在那邊看著他 他也都完全沒有講話 他就站著力證站好 想乖兒子 怎麼那麼怕 對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很難過 但我也不想忤逆長輩 我就是很失望 帶著狗 我們兩個就走了這樣 我就牽著狗狗就走了 但不只一次 他是真的好幾次都這樣 對 導致於說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導火索 另外一個導火索是說 我那一任男朋友非常喜歡 討拍 可是他的討拍是 他很喜歡跟女生聊天 然後私訊 他明明就有女朋友 他會私訊講說 我覺得我的性生活 很不美滿 他會這樣 然後好幾次被我抓到 所以我們分手的原因 其實也不是只有狗 那真的很不美滿 對啊 對啊 你罵 你沒有照顧好他嗎 我跟你講 那只是男人養的時候 他們來找藉口 他就覺得說 我跟我女朋友最近 感情不太好啊 我女朋友工作很多 很忙的不能陪我這樣 然後就放很多線 就同時跟好幾個女生這樣講 對 那我就覺得說 你怎麼會把我們私生活的 這種事情 性生活的事情 去跟別人分享 對 那我當時 那時候我也是還在上節目 就是大家可能也還知道 我是誰 我就會覺得 這很難看啊 這就是私事嘛 是 對 最後就是我就覺得 我沒有辦法 跟這樣的人在一起 崔芬 千瑜應該離開這個男生嗎 我也覺得 因為他不美滿 因為他 如果他真的覺得不美滿 他可以來跟你討論 對 而不是向外去跟別人講 不美滿 那他的那個用心 到底是什麼呢 對 你覺得他 尤律師跟千瑜你們兩個 不要只關心性生 不是 真的 不是 真的 不是 真的不美滿嗎 這樣 你們兩個 確實不太明白 對啦 那就不要在一起了啦 對啊 總是勉強不來 那他 這個有關狗的部分 就是 為什麼他的男朋友 都不敢跟 捍衛他的女朋友呢 未來的太太啊 而且你看喔 我現在連狗狗 他都不能接受 那如果哪天 他家人不喜歡 我家的親戚好了 我的兄弟姊妹或是誰 那是他沒一句話以後 我就要斷絕 不會啦 他只不喜歡那個想狗的 對 對 你搞不好養貓他就接受了 我會感覺他的那個 內一任的男朋友啦 對於他爸爸媽媽 他可能都是屬於 比較養鳳鷹為型的 就是說 他們來的時候 我就趕快表現出 很好的樣子 那等到他們離開了之後 沒關係 你又有狗 所以他們 他從來都不會想說 我要好好去跟我的 爸爸媽媽溝通 或是跟他們講說 我就非常喜歡這個女生 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 我覺得他不知道 自己要什麼耶 他對他自己到底 要什麼樣的感情 然後什麼事情 是他在意的 他其實都不清楚 所以他就會這樣子 表面上很好 很乖很聽話 可是其實你會發現 他的乖裡面 藏著另外一種危險 你覺得他結婚以後 如果真結婚以後 會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我覺得他如果結婚以後 會過著那個 陽鳳鷹為的生活 他在你面前也很乖 會複製他跟他爸爸媽媽的 就是他在你面前一樣乖 但他私下 就像他後來就去 跟那些女生講那些話 就一模一樣 他說沒有啦 那個只是我的一些 跟他們聊天的話題 他們問起我 然後我可能就隨便講一下 我就隨便說的 沒什麼 但是他也會失下就是 跟那些女生約去吃飯 然後回來他就騙我說 要進去加班 對 他真的就陽鳳鷹尾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之後 他會複製這個模式 對 因為他就會炫耀 他會在群組 我還會這樣炫耀 怎麼那麼蠢 男人們不是都有所謂的群組 對啊 沒錯 然後他就會在群組炫耀說 其實我有女朋友 但是我在下班 我還可以跟別的女生一起吃飯 他就放那個兄弟的群組 對 男生是會的 他有一個兄弟剛好認識我 是我的好朋友 他兄弟就截圖給我看 那他那個兄弟也真不夠 這種朋友 對 然後 我覺得朋友才是好朋友 而且那個朋友結過兩次 一次是他說他要去台南出差 結果我朋友截圖過說 他現在跟那個某某某 一個台南女生在吃飯 截圖給我看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 你現在哪裡啊 他說 我在出差啊 我在那個家 我在高雄出差 我說是喔 那高雄出差 怎麼人在台南吃飯 他說誰跟你講的 誰出賣我什麼 他就很生氣 他腦羞承怒 那個被出賣真的氣